詞曲 李宗盛 初音樂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喂 好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剛好接在大暴龍文化後面說 那個有一個告白是 沒有大暴龍那一隻大虎的影片 我們大概不在這裡 我送到了那一線條 就是我們大概不在這裡 那我今天其實講的 就是我想要講的事情 就是這個叫做街頭運動的東西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街頭運動 而我們是一個街頭的彈者 那我想要講的事情 就是一個經驗 一個部分是經驗的分享 然後一個部分當然是我對街頭做的一種 就是我們是庶民 我們還是庶民 然後我們是庶民 就是怎麼樣就是站出去 然後跟站在街頭 做這些什麼的意義會的感覺 那那個開頭的時候 大暴龍那個影片的 就是對我們的影響的那個小故事是這樣的 就是我是一個月聽人的版本 就是對他是一個 我那個大暴龍 就是那個影片開始在網路上傳播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 就是剛說年輕人比較熟悉網路 可是我是一個非常不熟悉這些事情的人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Size 無能的人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剛開始 剛開始學會使用Facebook 然後那個也就是剛好別人轉貼 我也跟著轉貼 就是轉貼那個連結 可是我大約知道是什麼事情 可是其實我沒有點進去看 那後來呢 我怎麼發現了這件事情 就是我怎麼真的發現這件事情 是我那個時候就是還在工作 然後那個我媽媽三天半夜就好幾天 連續兩三天的時間 然後我回到家 三天半夜就是工作結束 我回到家 然後我媽媽打敞出電話給我 然後他在電話裡面就歇斯底裡大哭 說你那個Facebook上面的影片是怎麼回事 然後然後說 然後說那個到底是什麼 就很大聲然後很兇很生氣 然後問我說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政府的官員 比如說警察可以合法的對人民 做這樣的事情 我那時候聽不懂 我不知道他在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就很認真的去看影片 我在電話裡面 大概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按死他 然後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好 那我三天之後做一個研究報告 給你一個答覆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很認真去找很多資料 然後我就真的寫了一個事件的概述給他 然後寫email給他 然後他就他整個就是更不行 我媽媽是一個 我爸爸媽媽都是很 就是他們是非常公務體系的人 那後來我媽媽的情緒還是非常的不行 大概兩三天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這一次的版本是說 不是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說的是他要去洗暗室躲起來 他要去調排 他覺得這個社會 你為什麼要我們在這裡 然後那個時候我其實整個就是 我是一個長大的小孩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在跟我媽媽講電話說 我整個其實是非常非常不能平靜 那個不能平靜是說 我其實不是一個 本來就關心環境議題的人 我跟宋家龍 我們本來的經驗其實是在性別運動的經驗 然後那個東西其實對我來講 因為部分是陌生 但我在學校念社會學 我可以 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 就是這個東西對人的影響 就是我在那個狀態裡面 然後後來我在電話裡面 我為了要跟我媽媽 我就跟他說 好了你不要吵了 就是你安靜 革命的事情我們來就好 我又不知道在說什麼 後來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後來宋家人參選 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先認識王忠明 然後我跟宋家人是一起加入王忠明的 我們真的是因為這件事情啟動 然後認識王忠明的時候 就是一句話就是說 說要不要去幫他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跟著宋家人進去 那個時候宋家人在那個 剛開始念研究所 我第一個學期的 第一個學期 第一個學年的暑假 然後他已經就是窮到窮服末路 他跑去到就是在應徵做酒醋的 當天晚上我和宋家人 去應徵王忠明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念識他 就是如果我要去幫他的話 這個人值不值得我去幫他 那那個時候 我們開始從王忠明這裡 我們開始談農業 談青年跟農業的關係 然後談從這個東西去談說 我們在都市裡面的生活 這個事情對我們來想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剛剛其實有 我覺得有一些前提 就是說管老師也提到 就是如果我們一直覺得 就是媒體的參與非常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是什麼意思 那同時我覺得在我們發現 就是我們發現 就是在我媽媽問我那個問題 就怎麼可能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可以合法的對人民 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要怎麼回答他 這是怎麼回事 那我覺得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面對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民主在我們這個時代 他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自言 可是他其實是一個神話 我說他是一個神話的意思是說 就像管老師說 我們必須要進入媒體 去改革那個媒體的內部 就是他的邏輯 然後我們才能夠說 我們可以去參與他 或是我們能夠去影響他 然後讓他來做對我們 我們覺得是好的事情 民主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可是那個事情一樣的地方 是他是一樣的不可能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 我現在跟你說要去改革媒體 剛剛大報龍也說 阻流媒體非常的不可能 非常的不可靠 那那個不可能不可靠是我們進不去 政治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在我們有一天發現 我說民主是我做主 可是我看到那個政府裡面的人 我看到那個因為民主的機制而上去的人 我看到在選舉的時候 在宣傳車上面的人 他都跟我不一樣 而且我碰不到他的時候 民主是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很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 必須要有一個共享的情緒 這個情緒也是我們後來在街頭 去發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跟所有人共享的情緒 是我們非常的 我們非常的 我們變得非常的厭惡政治 我們變得非常的不信任 我們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政治這件事情裡面 你第一個反應是排斥 你覺得他們都是壞人 你覺得我要是我要是沾到你 我也會變髒 然後對 然後我們在就是當像 宋家倫這樣子的笨蛋 然後他想要去參選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站在這裡 我可以講話 我可以跟你講話 然後這個是我們唯一的資本 然後我會變成我自己的媒體 然後這個大概是我們的 整個在選舉的過程 2010裡面 就是作為政治的素人 媒體的素人 或者是說我們去實驗 就是我那時候說 宋家倫去參選的意思是 有沒有可能 我作為一個光突突的人 然後走進去一圈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民主是怎麼一回事 或者是我可以告訴我自己 民主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東西我今天想要 就是在2010選舉結束之後 我覺得我們其實體驗了一些東西 但是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我沒有辦法細講 但是在如果就是在這個實驗過去 幾個月的實驗過去之後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 就是變成一件 我們要更長遠去做 或是說試圖讓他更擴張他的影響力的時候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可以去複製我被啟動的經驗 然後到別人的身上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在接下來這一年 我們希望 期望 計畫做的事情 那在3月12號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第一次 就是在那個今年 大概去年年底 我們就開始試著籌劃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想法是 每一個人我現在就是我們做完選舉之後 我們現在走在街上動不動 就我們兩個人在 就只是在咖啡店聊天 然後旁邊的人就會說 欸你是綠黨的 然後就會開始要跟我討論國家大使 可是我明明就只是想要去跟他談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感情小事 然後他要一直跟我講國家大使 講一個小時的時候 我其實會有一種很瘋狂的感覺 那個瘋狂的感覺是他不斷地告訴你說 你應該去利用媒體怎麼樣 你應該要怎麼樣 你應該要怎麼樣 很多那種街頭的人的幻想 就是他覺得你是一個政黨的時候 他覺得你好像很厲害 可是我不是我跟你一樣 就是我跟你一樣 我是一個就是坐在那邊 什麼都沒有的人 然後我現在在這裡 就是你告訴我什麼事情是 就是我每天沒有在想 我每天沒有在那個困境裡面的 那什麼事情是我可以自己做 而你做不到 我覺得就是這個是我們有一個幻想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不斷地去啟動人 然後去跟我們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如果宋家榮可以站在街頭 他背著一個背帶 然後告訴你他的故事 然後告訴你他為什麼要站在那裡 那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你會想一些事情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有18萬的訂閱率 可是我站在那邊的時候 我會被一些人看到 然後我真的可以跟那個人講話 那3月12號是我們第一次做一個 就是叫做志工培訓 志工培訓你的東西 我們希望培訓一些 就是希望找到一些年輕的 或是熱血的人 然後他可以上街頭 然後他可以去講他關切的議題和故事 那那天剛好就是其實籌備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想到 剛好就遇到輔導河災的事情 然後那天其實大家上街頭的時候 就是我們找了大概二三十個大學生 或是年輕人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們會很害怕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他們都非常的興奮 然後我們從大概二十幾個人 然後在那邊輪流 然後大家拿大成功上去講 有人講廢除工作 就是大家不要上班了 那個這個整個工作體制應該要被廢掉 有人講那個火光石化 有人講核災 那個核災的故事是 昨天我聽到日本海燒 然後我擔心我在日本的親友安不安全 今天我擔心國家有個輻射程 像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你站在街頭直接 那一天大概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我們得到非常多的回饋 那時間非常地對 但是就是最後在結束的時候 我們吸引了大概十幾個警察 試圖包圍我們 然後我問那些學生說 你下次還敢不敢來 他很興奮他說敢 我說下次我們換地方好不好 他說為什麼要 我就是要在這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像這些事情 就是是每一個人可以體驗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這個事情 是可以一直燒下去的 從我們自己開始 謝謝 有沒用的是一種 真的所謂的個人及媒體式的 這種所謂的試驗 那其實在古時候的遺憂式 也是靠著一張嘴 然後到處的去談 他理念或談他的想法 那但是在現在高科技時代 網路可能也是被人家期待的 不過網路他常常會有一個 對社會運動可能是一個助力 但是他也可能會是一個阻力 因為他常常是沒有現場感的 那當沒有現場感的時候 怎麼樣讓大家感動 或是怎麼樣讓那些遙遠的人 可以來到現場 那我想這是我們接下來要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在反國方實話的一些經驗 誰幫透過網路來進行動